这次带领关心高平地区的相关新闻 高雄山区豪雨不断 为防范豪雨危及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包括桃园等四区土石流红黄色警戒区居民 截至今天中午为止已撤离超过2200人 至于受到豪雨影响 造成道路中断的玉碎农路 以及二池县秦河道复兴里河床便道 则要等到雨室停歇才能抢修 全台第一辆开顶式双层巴士车身彩绘征图相当踊跃 共有30多件作品参与征选 负责营运的客运公司预计后天在官网公布征选结果 得奖作品将彩绘在开顶式双层巴士车身 让乘客感受到不一样的城市气息 以上新闻由刘宇淳编辑播报